E10解题说明低小题调整栏位顺序 首先点选H栏按住以后 拖曳选取H跟I栏 接着在上方按右键 减下 一记题目搬移到时间后方 点按C栏 接着按右键 选取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完成以后 接着再点选这一栏 拖曳 选取最高与最低两栏以后 按右键 一样减下 接着搬移到成交后方 点按F栏 按右键 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完成以后请同学检查一下 栏位顺序 从股票代号、时间、着收、开盘、成交最高最低等等 一直到张数没有问题 接着第二小题 点按L1 栏位名称 在此输入 拖收开盘以成交比较9个字 一级题目 一级题目 点按对齐方式上方自动换列 蓝宽 点按L蓝 接着按右键 选取蓝宽 输入15 按确定 接着插入走势图 点按L2 接着点按插入 走势图 选取折线图 一级题目 资料范围 着收、开盘、成交 C2到12 位置范围 放在L2 没有问题 按确定 完成以后 点按上方显示标记 样式、套用 走势图 样式彩色 紧字号1 完成以后 在L2的右下角出现 实心、实质 按住以后 拖曳 到L65 放开 做填满 护字的动作 接着 移到上方 第三小题 点按M1 在此输入 成交以最高最低 比较 9个字 点按对齐方式 自动换列 接着选取M蓝 按右键 蓝宽 输入15 按确定 接着点按M2 储存格 选取插入 走势图 直条图 资料范围 一记题目 成交最高最低 也就是12到G2 位置放在M2 没有问题 按确定 显示 显示 点按第一点 样式 套用 左下角 走势图 样式 彩色 紧致号1 接着 移到M2 右下角 拖曳 到M65 储存格 放开 做填满 复制 接着 回到上方 点按K2 储存格 接着 接着按住Ctrl Shift 向下键 选取 范围资料 一记题目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选取 资料横条 建成填满 橘色 资料横条 点按 第五小题 回到上方 选取 第一列 按右键 选取 列高 输入35 按 确定 接着 点按A1 储存格 按住Shift 再点按M1 自行色彩 点选 白色 背景1 填满色彩 选取 蓝色 最后第六小题 设定框线 另一点按 一储存格 接着按Ctrl A 选取所有范围以后 点选 框线 其他框线 内框线样式 左栏最下方 点按 内线 外框线 右栏第五个 点按 外框 按 确定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订存新档 在Ex01底下 将ExD01改成ExA01 按 除存 接着打开提顾练习系统 数科评分 按确定 结束 周团 数学坡 团队 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